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题 第三题它说啊 如图平成四边形ABCD中角A等于60度 角A在这里 它是60度 好 然后线段第一啊 为角A珠C的角平分线 换句话说这一角会等于这一角 那如果AB等于6 在这里AB 它是6 然后A珠等于9 在上面这里是9 然后求第一个线段B1 B1在这边 这是等于什么 再来第二个要求平行四边形ABCD的面积是多少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一个 这个地方啊 它是60嘛 那因为它是一个平行四边形啊 平行四边形有一个性质 就是两个零角会互补 换句话说如果你是60 我这个整个角 跟你加起来又是180 所以我这个地方应该就是120 那如果我是120 那我又是角平分线 所以这里就是60 这边也是60 这两个角都是60度 在平行四边形有一个第二个性质 就是它的对角会相当 换句话说你是60的话 角A是60 角C也是60 这个时候啊 在绿色的这个三角形 D1C这里 三个角里面有两个是60 所以第三个角因为内角合180嘛 所以第三个角也是60 因此它这边就会构成一个正三角形的结构 那既然它是正三角形 它边场就会样场啊 那这边是6的话 它的对边也会是6 那这里也是6 这里也是6 那因为全部是9嘛 所以B1 线段B1 D1小题 线段B1啊 就会等于全部这个BC啊 减掉这个C1 那BC因为它对边会相等嘛 所以上面是9的话 这全部也会是9 所以就会等于9 减掉6 减下来就发现B1等于3 那这里我们就算出来是3了 好 那既然这里是3的话 紧接下来我们要做第二体 四边形 平行四边形ABCD的面积 那ABCD的面积是要底乘以高嘛 但是这里没有高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只要把高画出来 我们用粉红色的笔来画画看 好 高在哪里呢 假设我从低点这里做 这个就是平行四边形ABCD的高 那这个高我们要怎么算 你来看哦 这里是一个正三角形的结构 还记得吗 我们有学过一个正三角形三边场 如果是AAA的话 他的高是2分之根号3A 2分之根号3A 所以我们知道这A是6 所以我们就会等于 这个2分之根号3A 就相当于2分之根号3 乘以6 约掉以后就会等于3根号3 所以我就知道说 这个高是3根号3 那既然高是3根号3的话 那第二题我在算面积的时候 这个平行四边形ABCD的面积 会等于底乘以高 底是9嘛 高是3根号3 乘出来啊 我就知道面积会等于27根号3了 那我们这一题就完成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一题哦 呃 需要用到哪一些性质呢 首先当然就用到平行四边形 他的对边会等长 所以这里6 这里也是6 这里9 这里也是9 在第二个呢 对角相等 这里60 这里也是60 然后他因为他是角平分线 零角互补 所以这两个也是60度 那因此我就发现这里一个正三角形的结构 那我就知道正三角形每边一样长嘛 所以这里就是6就可以算出来B1了 再来我们就利用这个正三角形的高啊 是2分之根号3A 然后把高算出来是3根号3 那这个正三角形的高就刚好也是这个平行四边形ABCD的高 所以面积就会等于底乘以高 那这一题我们就完成了 好 再来我们看第四题 他说如图四边形ABCD两对角线相交于欧点 且租1垂直AC 这个租1这里是垂直的 画一个垂直的记号 然后OF垂直AB 所以这里也是垂直的 画一个垂直的符号 如果线段AB等于6 这里全部是6 然后线段AC 这里哦 等于13 那且平行四边形ABCD的面积是44 全部的面积是44 要求第一个租1有多长 然后我用粉红色把它画出来 租1 再来第二个要求OF 换句话说他就是要求这两个垂线 好 既然求垂线的话 很大部分跟面积有关嘛 因为只有底乘以高除以2的时候 这个高会用到垂线嘛 好 那我们来看看 题目已经告诉我们说整个面积是 这个44了 那既然整个面积是44 我们来看一下租1是哪一个三角形的高 他有可能是这个O租C三角形的高 也有可能是A租C三角形的高 那我们挑大的这一个好了 为什么要挑大的呢 因为题目告诉我们说 AC等于13 他已经有把这个A租C 这个大三角形的底告诉我们了 好 这个绿色三角形 底已经知道是13了 所以我就挑这一个大的 好 底是13 高是租1 所以他的面积是13 3乘以线站租1除以2没有问题 但是他的面积是多少 题目有没有告诉我们 没有 但是题目告诉我们说 平行四边形ABCD的面积是44 那这个平行四边形这个对角线 会把它切成两个等级三角形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三角形 ACD的面积会是平行四边形的一半 因为他被切成两个等级三角形 所以他面积是22 好 那既然他的面积是22的话 我就可以利用这个22来求他的这个高 为什么呢 因为三角形AC珠的面积 会等于底就是AC 乘以高就是珠1 除以2 那上了国中除以2 会叫乘以1分之1 好 那AC珠我已经知道是22 因为他是四边形ABCD的一半 那AC题目告诉我说是13 那乘以珠1就是我们要求的 然后1分之1照超 好 我们把1分之1移向过去 变除以1分之1就相当于乘以2 所以44 就会等于13乘以线段珠1 再把13除过去 我就知道珠1 会等于14 所以高我就求出来了 珠1等于14 那简介下来我就要求OF 那OF也是高 但是他是哪一个三角形的高 他是这一个三角形ABO的高 那题目有没有跟我们讲说ABO的面积是多少 没有 题目只有告诉我们平行四边形ABCD的面积是44 那这个ABO它刚好是两对角线切出来的其中一个三角形 那我们都知道平行四边形有一个性质 就是它有两个对角线会把它切成四个等级三角形 换句话说如果他是44的话 代表这四个每一个都是11 11 11 这样加起来才会刚好是44 所以我就知道说原来三角形ABO的面积是等于11 因为全部是44 切成四块每一块就是11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也一样可以用面积的公式去把这个OF给求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三角形ABO的面积啊 会等于底就是线端AB 乘以高就是我们要算的OF 然后除以二就是乘以二分之一 那我们已经知道ABO的面积是11 那AB是6啊 题目告诉我们的 OF就是我们要求的 然后乘以二分之一 这一向过去 变除以二分之一相当于乘以 这个先约掉好了 这里就会剩下3 所以我只要把3除过去就好 我就知道OF呢 就会等于11除以3 也就是三分之11 来这里我把它重写 好 也就是三分之11 这个OF我们就求出来了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一题 它是都是一样的做法 就是利用三角形的面积公式下去解这个高 但是问题出在哪里 所以说我们不知道那个三角形的面积是多少 那所以我们就要利用平行四边形的两个性质 哪两个?第一个它的对角线 会把它切成两个等级三角形 所以ACD就会等于22 第二个就是两条对角线的话 会把它切成四个等级三角形 所以ABO就会等于11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带公式去把高给求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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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